主要就是要把你的问题解决 也就是你将来的资料 他就是给你一堆 也许人家给你外部的一个档案啦 或者是说呢给你一个网页啦 给你一个什么样 反正那个形态一定不会是 你要的那个形态 那你要的形态可能是要长这个样子 可能他本来给你一整蓝 然后呢你要把它分开变四蓝 或者未来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给你的四蓝你要把它变一蓝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嘛 就这样子啊 反正资料 他就是各种形态 那你要把它变成你要的那个形态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基本上 你要能够想要的你也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交的重点 那里面比如你这一条来看 我们基本上会用的 总共从里面到外面 所以一般希望还是先从里面开始做 Color跟Row先OK 然后再利用什么index 所以Color跟Row这第一步嘛 再用index这第二步 再用mid配合LEN这第三步 所以其实也许你可以把它分三个步骤来完成 当然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复杂 而且甚至它里面这个没办法用Vlog函数 如果你要用单一函数 没有没有 没有这种函数 OK 很多工作里面就是没有这个函数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假如说你要把一二三再更简化 我是建议干脆你就写VBA算了 那VBA主要能够做出什么 就两个按钮 一个是清除 一个按下去的话就完成了 那里面的话程式该怎么写 其实步骤你也可以把刚刚那个步骤 把它用在VBA 就逻辑上跟刚刚的这种写法差不多 比如说我第一步 只要在那个什么呢 在这边输入2到33 它其实概念差不多 也就是我如果可以做出2到33之后的话 那我再把这资料带过来 其实这个结果就OK了 那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VBA的程式撰写 那有点难度啦 不过我觉得你们如果把 前面我讲的把它再熟练过 我想应该也不太困难 因为程式真的不多 不过这一题因为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因为它这边有列 二到二到九列 然后蓝的话是第四 第一的话是四五六七四到七 所以呢你给它一个范围 告诉它说里面要放什么样的资料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其实程式都这样 主要就是什么 for I for J 然后里面的话一样会有MID 一样会有LEN 那还有一个K 这个K前面还有用过 这个K还蛮好用的哦 比如说我这边哦 我先做一个就是K K其实我们第一阶段是什么 要输出2到33的表格 对不对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把这个程式写完之后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边执行 它刚好是2到33 不过因为这个栏位是因为刚刚有放过日期 所以它这个哦 它也是有固定啊 如果你放过日期 它就自动已经一定会改成那个日期格 所以2到33 有没有 哎 那这个怎么写出来 所以第一步如果写得出来的话 那后面应该就简单了 哎有没有 类似嘛 所以2到33那怎么写 这个跟前面哦 我们在上个礼拜写那个什么列诸前七名 道理差不多 那只是说呢 写的方式的话哦 不外乎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的话哦 我们把那个这个重点再恢复一下 其实哦 主要需要几个地方 第一个 for I 因为我要输出的范围先找到 所以你可能慢慢以后 你可以理出一个规则性 这个是我要输出的 它在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哦 未来你可以套个公式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九 那这个的话第四到第七 蓝的话我习惯用追 所以for追等于四到七 它底下要内折 OK 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要指这个储存格呢 叫什么呢 其实哦 你后面可以再输出一个 输出那个储存格就要sells 瓜糊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篮呢 第追篮 这个指的就是它会跳的 反正它第一个一定是指这里 第二个一定是指这里 12345678 反正就是这样子在跑着这个 哦 然后呢 我要丢什么东西给它 丢一个等于k 哦 等于k 啊k的话 当然你现在预设值一定从2开始 所以我们预设值 上面的话就给它一个预设值 就2 那这个2通常指的就是你那个数字的第一个 当然如果你现在直接执行的话 它会全部都2 所以如果你要变234一直往下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k怎么样 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把它加1写回去就可以了 这个好像上礼拜有讲过哦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前面讲过的 其实以后都会用到 反正都差不多的方法 它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哦 诚实说真的啊 不一定要把它写得太复杂 但我讲过啦 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 只是我的习惯是哦 我尽量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把问题解决掉就ok 当然这种写法不是唯一的哦 所以如果你看别人写的可能没有那么干净利落哦 那你也不要觉得意外 因为每个人想到的方向都不一样哦 我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ok哦 好那这样的话 k等于k加1会变成什么效果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它就变成了 有没有 2到33 那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二指的是它的第二列嘛 ok 所以我再来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这个后面的东西哦 这个k的话可以拿掉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带到这边来 所以这地方要怎么写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 这个后面的这个等于sales 瓜糊 好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呢 刚好在dk列 逗点 后面的话呢 第几栏 诶 一定固定在b栏 所以我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意思说呢 我第一次抓的话是b2 有没有 b2 第二次抓是b3 b4 b5 b6 有没有 意思类推嘛 这个应该可以懂那个道理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边来了 然后下一个b3 b4 意思类推 ok 好 那我来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道理有点像我们第二个单一 第二个阶段 刚刚是第一阶段 现在是把资料带过来 ok 那不过呢 还缺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阶段就是把它切割完之后 再放回来 那其实道理差不多哦 我们一样可以在外面包一个mid mid 前刮符 mid 他呢 然后后来后面怎么样呢 诶 逗点 我们不是呢 用算几个字 我们用len 这个一样 len 前刮符 那哪一个储存格呢 前面我们来用d1 把e给锁起来 不过呢 如果说你用那个vba的话 你可能要写成这样子 sales 因为它一定是哪个储存格 刮符呢 如果固定呢 你就打个e 比如说那个锁起来的 因为它刚好颠倒嘛 先列 再燃 那 isale里面是先燃再列 这个这个这个可能 这个位置颠倒 那如果说你锁起来的话 那你就打e就可以 因为那个是固定的 固定的话 就直接输入e 逗点 后面的话你就输入什么 诶 你就输入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现在打d的话 那它如果下一个怎么办 下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会变的话 记得输入追 蓝的话用追来表示 ok 列的话呢 用i来表示 如果锁起来呢 你就锁在哪一个 你就干脆输入固定就ok了 这个逻辑如果有的话 你就可以很快大公告 逗点 后面多少呢 99 诶 有没有 后瓜我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 vba的程式给写完了 这个 少一个后瓜糊 因为那个mid 有没有 应该这边一个瓜糊 然后 99 这个第一个 LEN 这边 后面还有啦 LEN后面少一个后瓜糊 还要记得什么加上 对吧 加2吧 OK 加两个字 就是它长度 冒号的后一个 OK 好 这样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记得啊 这个 可能我刚刚漏掉什么 漏掉那个后瓜糊 LEN 对吗 这个后瓜糊 它加2 我刚才漏掉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公告成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最后结果 就会刚刚好 是我们要的 最后当然 如果你要做个清除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 这个清除非常简单 你用RANCH 我是用那个RANCH物件 因为这个范围都清空的话 RANCH的D2到G8 G9的范围 把它点什么呢 点Clear Contents 把它清除掉 这样就清空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点下去 清除 就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 我把重点再回 一 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程序 然后呢 主要就是 For I For TRE 先把范围先界定 然后利用K 去抓到那个 到底将来要抓哪一列 然后再把这个列号呢 放到这里面来 并且做切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基本上这个逻辑 跟刚刚用那个 Index的 其实那个方法 逻辑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我们是把它改写到VBA里面 去RAN它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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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